这也是一块古语 我是看不懂上面写什么字 完全看不懂 然后我可以感觉到很明显 它表面也是稍微有被磨过了 就是后加工 可是这个后加工是很轻微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表面还是有一些皱褶感 然后有自称老师的网友 在我高谷玉珠那边草要凹凸的表面才是 什么才是宝浆 其实这个氧化成 我实在很难讲 新的玉石跟老的玉石 它那种氧化腐化的感觉 就腐化熟成的那种感觉 我要怎么讲 我也不晓得怎么讲 你看多了就自然 就会了 然后那高谷玉珠明明表面就是 那种腐化感很严重 然后也看得出它原本是玉石的材质 我的包浆就是定义为沿着玉石纹理氧化 的氧化层 这个表面虽然有处理过 这边它有保留部分包浆 可以看得出来这边 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玉石纹理 这一小块的包浆保留的就很完整 非常的完整 有很明显的凹凸 然后稍微抹一抹 我也是可以理解啦 因为如果全部都是这样皱皱的 出现那个玉石纹理的感觉 看这里 这里是我觉得这一整块包浆保留 最完整的地方 然后他们这些经过后加工磨制过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会保留 一小块的包浆给人看 因为它这个有包浆 就是保留原包浆跟 原包浆跟磨平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有差别的 虽然光泽看起来是蛮类似的啦 可是真的是差别是蛮大的 这个真的是要花时间 花好多的时间才能看 才懂 不然的话你一块 骨玉上面表现出这么多种 的表面 我说真的 没有经验的人真的一时很难看懂 你看像这边就磨的比较平一点 然后这边 这边又磨的比较没那么多 这边其实都是有稍微磨过的 因为跟这一个角落比的话 你看那个玉石的纹理 非常的清楚啊 所以这真的不是一年两年自己看就能看出来的 除非是有人告诉你 然后你再去观察的话 例如我现在讲出来你就会知道 这个就是真正的宝奖凹 可是氧化层 因为高谷玉它的氧化层是很厚的 你只稍微磨掉一点 它底下还是有氧化 而且因为它经过人的禁论 怎么讲呢 那表面那一层 腐化熟成的感觉 其实那只玉珠是更明显的 可是这个它保留的这一小块宝奖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我拿这块出来讲 高谷玉珠只能拿出来讲解灰皮白霜而已 这是我今天不想讲那个 昨天炒太久了 炒了好几个小时累死我了 就说那个网友老师看到的那个 讲他坚持要求的那个现象 就是在这一小块完全体现出来 他就是表现出玉石的纹理 一定要非常的明显 这才是真的古玉 因为它氧化了以后会把比较弱的那个质地去除掉 就好像人死以后肉一定嫌烂 留下骨架的那种意思 它就是会有一个会保留它的架构 然后你如果是酸洗的话 它就是一片糊 不要说玉石纹理了 什么都看不出来就是一片烂烂的这样子 所以其实真的跟假的很容易分别 最基础的你要看老或新 也是非常的容易 因为氧化层 氧化层跑不掉的啊 你什么造型 你就算把它磨过 它底下那一层还是氧化的啊 就这样子聊个天